好 那我们今天要进到一个新的部分 那这一份的投影片我也还没有做完 我也还没做完 那就是目前就是我们先看我们讲到哪里 那如果不够的地方我可以直接在现场 我们就直接用手写的来跟大家介绍 那这一个部分其实要讲的就是阵列 要讲的就是阵列 那这阵列这边其实是蛮多的事情可以讲 因为我这边只用阵列这个字眼 那其实严谨一点来讲其实就是阵列天线 那再呼应课程一点的其实就是FaceArend 相控阵列的这个相控阵列天线 那我这边只用这个字眼array 这个array当然在array有很多的地方都会用到 那就是像是你写python的程式码 它也有这种array的形式码 那它泛指的就是一个阵列 你主证也可以说它是一个阵列 那这个lecture的名字就是说 array的characterization跟processing 那所以大概就是说希望可以传达的是什么事情 当然我们这阵系的课剩下的时间我也 我们应该来不及讲完 然后其实我做影片我也还没有做完全部我想要讲的东西 那但是我在编作过程中发现这个空间其实要做起来 应该它的量体应该也会跟lecture 2一样是蛮大的 那不过我这边还没做完 就是说我们看讲到哪里 然后就继续讲下去 那这边我想要讲的是说这个阵列的特性跟它的处理 那阵列的特性其实有什么样的特性 其实阵列就是说我这边忽略一个字眼就是刚刚所说的这个antena 其实就是必须要跟一些天线的一些基础的一些原理概念有关系 那我相信这边可能在场有一些电波主的同学 你们可能对天线的一些基本特性也都蛮熟悉的 那在这堂课里面就是说我希望的是说 尤其应该是说我们现在剩下的时间里面我会讲的 我是希望说把一个阵列的一个基本原理 然后还有从讯号处理的角度 来看这个所谓的space跟time的这些这样子的讯号 我们要怎么去做model 好 那就是说希望这边希望讲就是阵列的特性跟它的处理的一些介绍 那我想我直接先 我们在整个课开头前我们先用这个outline来讲一下 因为大概我们也没办法全部讲完 然后我通影片也还做不完 所以就是我希望这个nature可以就是做分成这几个部分 那我觉得我们在剩下这个学习的时间里面 我们应该有办法讲第一个部分 就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呢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打算 这个这一次是不会讲到了 就是说剩下时间我也就算不管投影片有没有做 我也应该也不会去讲了 因为大概digitalk before me 这边在可能你在像刘俊宇老师的课 或者是一些基本的一些 一些binformin的概念 除了在第一个部分会讲到以外 第二个部分就是有一些基本binformin的注意技巧 这个这边应该我知道现在应该 像刘俊宇老师课可能也会提到一些 所以我们这边就先不说了 那如果还有一些剩下时间 就是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射频电路的一些 生理降效应的校正的一些基本概念 就是第三个部分 好那我先讲一下就是说 我预计就是在剩下的这个 这个学习剩下的这些 就是因为今天算是一个最完整的 最完整的时间 就是有到三点 那接下来剩下时间就是像期末报告 穿搭在期末报告里面 可能每次都不会讲太多 但是我希望就至少我们把第一个部分讲完 那第一个部分就是要讲这个 所谓的这个正列的 基本的一些正列的理论 那基本正列理论当然就是说 我现在是 我这边是用array theory的这个字 那当然有些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 基本的边线理论 有些课本也是用这样的 antena theory 或based array antenna theory 这些都ok 那我这边就是 泛指的就是用这个正列来泛指这一切的事情 那这个第一个部分里面会分两个阶段 那第一个阶段就是说要讲一下基本的天线的概念 那我们会从在雷达的应用这边去说起 就是在雷达 从雷达的这个应用里面去看这个天线的概念 我们有哪些是需要我们知道的 或者说是在雷达的这个technology里面 我们常常会用来 就是说我们虽然不是做 我们虽然是这堂课是做演说法设计 但是就是说我们在设计的同时 我们还是要从DSP的角度来讲 我们还是需要知道一些天线的基本的特性概念 因为这些可能会跟你在做渲浪处理的一些思考 会需要有关系 所以这个第一个部分基本上不会从那种比较完整的天线理论去做出发 就是说不是从那个antenna theory and design的一些角度去做出发 而是从讯号处理你必须得知道的一些天线的概念来做介绍 那第二个部分应该今天不会讲到 第二个部分应该今天不会讲到 因为这边的数学很多 我其实就是我投影片还打不完 因为这边我读完数之后要把它全部内化成投影片 我这个礼拜我还来不及把这边的投影片做完 但是第二个部分我会希望想要讲 就是说在这学期最后到结束之前 我会希望讲就是说 你要怎么样去用数学用讯号的方式 讯号的数学的讯号的这种写法 把这个所谓的空间跟时间的讯号的一个generalized form 把它写出来 那我这边有强调的是一个generalized form 原因是因为你理解了这个generalized form之后 你应该就有办法 就是说在一些各个比较简单处理的特例上面 你可以有能力的去把你要处理的讯号 用数学把它写下来 那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多本原文书里面的内容 综合交集起来的 那今天这个第一个section的第二个部分 这边的投影片还没有准备到 那今天应该也讲不到这里 所以我们今天会先讲这个第一个部分 那如果刚好我第一个部分不小心讲得太快 不小心讲得太快 我们就直接会先跳到第三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就是要讲这个射频电路的一些非理想效应 那这个射频电路的非理想效应 我这边在outline的时候 我也是先做一个介绍 因为一般的原文书在射频电路的非理想效应这边 基本上我的理解是说应该有一些数学模型有时候会带到 但是基本上他们很普通才会写 因为这边是比较偏向比较业界的概念 就是基本上有些比较可能一些实作的不理想性 他们基本上在学理的探讨上比较没有那个就是研究的一个 研究的一个新知啦 但是在这个业界上 其实你是整天会需要常常去处理这个所谓的射频电路非理想效应 那这些东西为什么重要 因为你在这种所谓的大型阵列里面 你大型阵列里面你大型的阵列天线 它背后是什么 它背后其实就是一堆射频电路 当然你不一定是一个 不一定是一个天线就是对应到一个射频电路 你有可能是好几个天线共有一个射频电路也说不定 但是因为你的阵列通常很大 你的阵列很大 那所以你的射频电路还是很多 那所以你这些射频电路之间 或者是他自己本身他其实有一些非理想效应 那这些东西就是比较难在这个课本上面 就是一般学历课本上面去看到 然后或者是说在那个paper上面 基本上也比较不会是一个就是研究的 比较难去成为一个研究的撰写 因为你研究的撰写通常你还是要 你就算考虑这个不理想性 你也还是要先假设其他的完美 所以这边大概会比较少接触到 那所以如果说今天的课如果进行的不小心太快的话 就是这第一个部分我通过影片如果讲完没有了 我们就直接就是用手稿的方式 我们直接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你在实际上 其实不是只有雷达 你今天只要是做一个大型阵列 比如说你今天有机会做那个 那个Messimime 5G 6G的基地台 那5G 6G的基地台 它其实也是要做那个 也是要有这种所谓的大型的相控阵列 去帮助你的基地台做一些指向性 那所以不管它的应用 基本上你今天只要是大型阵列 你都会遇到就是非理想性的问题 那非理想性来自哪里 通常不是天线 当然天线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 但是毕竟Antenna是被动的元件 它基本上它可以 你也没有什么Tuning的空间 基本上它是一个被动元件 那所以基本上它的不理想性 通常是来自天线背后的这个射频电路 那所以这整个阵列你要让它动起来 就是说你今天有天线又有射频电路 后面有一堆DSP的处理方式 那你就变成说你要需要懂一些这些的不理想性 那其实这些东西就会说 你要怎么去用DSP设计演算法 来帮忙这些所谓这些阵列里面的这些 那么多的射频电路的不理想性 你要怎么协助他们去做一些教程或补查 那这个大概是第三个部分 就是等一下如果不小心前面进行的太快 我们就直接会先跳到第三个部分 来讲一下这个不理想性有哪些 但是我们不会直接去讲它的演算法是什么 但是我们会直接去讲一下 就是说它不理想特性有哪几个要考量的 好那大概这是第三个部分 那所以我们今天主要会是在这个第一个部分 就是array theory的一些基础 那尤其是先讲一下这个天线的一些基本概念 然后从它特定就是在雷达的这个应用上面的一些基础 去做探讨 那是这个今天要讲的 好那一样就是说 虽然这个lecture不完整 但是还是先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方块图 就是说我们预期在这整个lecture里面 就是会讲到什么 那当然因为这个lecture还不是很完整 但是我觉得这个全局观 应该我们还是可以知道一下 那这个部分就是要讲的是这个 这个在雷达相控阵列雷达里面的这个阵列的这些特性 跟它的一些处理的方式 所以我们先从处理的方式来讲 处理方式不外乎就是我们还是要看到我们的digital receiver 因为我们要做一些讯号处理的演算法开发 那所以这边呢就是说如果你在讯号处理这边 你需要知道说对应到这个high level的雷达方块图等哪个地方呢 就是这个digital receiver的部分 那这边会做到什么事情 第一个就是space跟time的processing 那这边我的space跟time 并不是指在前几个礼拜的那个讲者的这个space time 当然它也是space time的可视性处理 那我这边space time泛指的是说 我今天拿到讯号 我是从这两个维度上面去拿到的 那所以我这边的讯号就是说space就是我空间 就是我在我的空间上我有阵列天线 去在空间上面做取样 那在时间上呢 我本来就讯号嘛 因为讯号就是时间的函数 所以我这边的时间其实就是正规的一个 从adc后我每一个取样下来的那个讯号 并不是像一般space time adaptive processing 泛指的是space跟slow time的这两个维度 因为这个space time adaptive processing 它的那个time其实是slow time 就是之前那个我们之前有请到一位讲者 讲这个比较进阶的这个处理技术的时候 这个time其实在我们雷达的那个data cube里面 这个其实是指的是slow time 那我这边是比较 我这边是比较一个广义的讲法 就是说我今天就是我今天有多根天线 我在空间中做取样 那多根天线背后呢 假设我都有一个完整的摄影电路跟一个adc 那我的adc 我就会一直取样到这些理善的讯号 那他基本上理善的讯号 讯号是时间的函数 那他就是这个时间的维度 那所以我泛指的就是说我其实就是要对应到 之后我们要讲的这个 对于空间跟时间上的讯号 我们要怎么样用数学把它写下来 那这是这个部分 那当然还有接下来两个 这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这个课程剩下的时间里面 我们不会讲到的 但是大家要知道的是说 就是在这些阵列啊 在做这个演算法设计里面 就是大家可能常听到 就是说要怎么做bomb bombing 然后要怎么做角度的估测 那这个东西其实都是在 这两个题目呢 基本上都是在 可能在电信所的讯号处理里面 蛮热门的题目 不管你算是在雷达 或者是说在这个行动通讯上面 那个像是比如说什么手机跟基地台啊 那个来向脚多少啊 然后那个 你基地台要怎么样服务 服务手机啊 然后你的那个基地台的 冰凤要怎么样去安排啊 那怎么要朝哪个区块 去服务哪一个区块的手机啊 这些冰凤鸣的一些 就是不只是 怎么这样做波速成型 包括波速成型要怎么去做排程 跟这些扫描的策略 这边其实是有蛮多深入的 深入的探讨 好那角度估测这边也是 可能大家有听过像是一些什么 music啊 exprite啊 那些有些比较 就是很fancy的那种来向脚的 估计的经典的演算法 好那这个东西在这堂课也不会讲 好但是我们会带到就是说 你怎么在角度评补上面 你可以去知道角度 好但是 好比较进阶的算法 或者说你需要一些统计的这个 统计资讯 然后进而做一些signal space的一些拆解的 这些像是music exprite的这些 这些角度算法 基本上我们不会在这堂课讲到 好但是大家要知道就是说 现在雷达里面 你今天你在你的 数位的接受端 那你要做的演算法 你要做的演算法 跟阵列有关的演算法 就是会有beforming跟这个角度的估计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大家记得 我们的雷达整个要拿到的资讯 其实在前几个lector 你在全match builder跟pulse waveform的时候 你已经知道怎么拿到r了 就是你的radial range 定向距离 那在double processing的时候 你知道怎么拿到v了 就是它的radial velocity 所以你其实在这个阵列的这个处理里面 你其实应该 你在接收端做完recipid forming 其实你就是要有办法拿到 所谓的角度资讯 那角度资讯有两个 就是这个θ跟phi θ跟phi 那这个在我们剩下的时间里面 我们不会去讲它的 角度补测的演算法 不会讲角度补测的演算法 我们只会用讲一个最基本的 就是说你的角度评补上面 你还是可以用spreadhole detection的方式去判断出说 哪里会有你的来向角 但是 比较进阶的那些经典 或者是那些经典台面上的算法 我们这边不会多说 但大家要知道就是说在阵列这边的迅速处理 在接收端我们会有这些事情 好 那 接下来呢 我们先看一下看到这个 所谓的face array antenna这一块 那这就是今天我们主要讲的部分 face array antenna 我们会先讲一下它的基本特性 那它基本特性呢 其实有几个关键词 我在这个high level的图 我先把它标出来 第一个是这个radiation pattern 因为你今天你的相控阵列 你今天基本上都会有 你就是你的整个阵列天线 你会一起辐射嘛 好 那我们姑且先知道它呢 先接受它的结果 就是说有相控阵列 我们要的就是说 我们希望我们的能量 可以朝指定的方向 集中传递 好 那当然你有办法集中传递 你先接收回来 你也是希望可以在特定的来向 你可以让它的能量可以集中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先以传送的角度去想 就是说你今天你的天线 要打出电磁波出去 好 那你会有方法让它可以 把它的能量可以集中的去做传递 好 那 这样子的话呢 这些你集中的 集中 集中做传递 那你也有 所以也是会有一些漏出去的部分 那整个辐射的场型是什么 好 辐射场型是什么 好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想成就是说 其实这个词有点有点多啦 就是说 所谓有点多就是说有不同的这个表述 表述的用字 比如说像另外一本 另外一本那个树木先生的那个课本 他就比如说你用你也可以用 beam pattern来想 好 可能可能这两个词都都都都蛮常有人用的 好 可能我的理解是应该在行动中心里面 比较常用beam pattern这个词言 好 然后雷达里面我是比较多看到是那个 radiation pattern 好 那这两个我们先先姑且把它当成是一样的事情 那其实在我后面的课程里面 就是其实我们就先把它当成是一样的 就是说 我今天如果说我今天讲辐射场型 好 就是说指的就是regulation pattern 那也可以也可以指的就是所谓的beam pattern 就是说你今天做完这个beam pattern 你整个pattern成什么样子 那这个pattern是怎么样的花样 怎么样的怎么样的图 这个pattern有一个花样的意思 或者说这个整个整个形式是什么样子 他其实这个pattern就是对应到说 你不射出去的时候 你对应到每一个角度 他的波的能量是长什么样子 好 所以通常如果我们在讲radiation pattern 或beam pattern 如果我们用一个二维的图去画的话 通常你的横轴 它指的是角度 θ或者是φ 我们θ一般会用做atmos 就是方位角 那φ指的是阳角 我们课程上的符号习惯是这样子 所以所谓的radiation pattern 通常泛指的就是说你今天你在这个角度 角度在对应到每一个角度上 它辐射的量是多少 所以比如说你今天是辐射零度最大 那你其他的角度会比较小 那这个就是一个它的radiation pattern 或者是你说它的beam pattern 也可以 那为什么通常 我这边绿色的字是用radiation pattern 是因为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对应到 就是比较单纯的辐射场型这个字眼 因为你不确定你的beam pattern 有没有做成功 所以beam pattern有没有做成功 就是说你的这个相控阵列的一些设定 等下我们来看 就是说它不一定有做成功 所以你的radiation pattern 不一定有那个beam 那个波数成型的波数出现 但是当然我们可以预设说 我们通常都是已经在face array上 我们会去做beam forming的 所以我刚才说就是说 为什么有些人会直接用beam pattern这个字眼 因为通常你就是直接 你在face array上你一定要做beam forming 但是你如果没做 这其实也跟校正有关系 你比如说你的相控阵列没有校正好 你该把你的能量集中的那个角度 其实它那个能量的集中是出不朗的 你的场型是没办法如你的预期 在特定的角度上面有强大的辐射在特定的角度上面 所以我这边在绿色的这个比较正规的 正规的投影片的用试上面 我还是用radiation pattern 但是大家知道就是说 它跟beam pattern通常是同用的 它通常是同用的 那这边有几个还有两个 就是这两个也是常在这个face array上会看到 第一个是face shifter跟 然后第二个是那个array vector 那face shifter其实就是这个整个face array 它可以拿的一个灵魂 一个关键 就是说因为有这个face shifter 这个原件存在 它使得这个face array 它可以就是透过调整时间差 就是轻易的调整时间差 去做这个所谓的beam ball mean 所谓的我们今天只要讲到beam ball mean 指的就是说你波速成型 指的就是说你可以在特定的角度上面 把你的能量集中 朝那个特定的角度上面集中 做船底 好那所以 face shifter其实就是近代这个face array 它之所以可以就是开始广泛被使用的一个 关键的一个原件 那当然它有一些限制 它有一些限制 这个在今天的课程会讲到 然后array vector呢 是一个就是常常用来 用来衡量就是说你这个face array antenna的 这个radiation pattern的一个定性描述的一个数据式 但是它是一个 一个简单的定义 那待会大家等一下会看到 那大家要先知道说有这个字眼 这个array vector 好那第三个绿色的框框的部分呢 就是这边就是摄平电路的部分 那这边的东西也是在这个剩下时间里面 我们尽可能会讲到就是说 会讲到这个所谓的非理想效应 那非理想效应呢 其实就像刚刚这边所画的 就是说很多的天线背后有摄平电路 有摄平电路 那这些摄平电路 即使你都买一样的 但是很可惜 它全部都在一起之后 它还是会有一些difference 但是你不能容许这边有difference 因为你这样子的话 你今天收进来的讯号 你不同天线收进来的讯号 到你要真的处理的时候 却不是等效一样的讯号 那所以这边的差异会是需要做补偿的 那所以我们会花一些时间来探讨一下 就是说这边的差异是哪些 那如果要补偿 大概有什么样的概念 去做思考 那所以这个是整个在 置于我们雷达的这个 high level的方块图的时候 那大概有几个关键词 大家要知道 那主要就是在beforming跟angle 这边我们是在这个课 剩下时间里面我们不会讲到 但是大家要知道 很多正列的一些经典的演算法 就是beforming跟angle estimation 这边的一些 在文献上是非常多的 有兴趣就是要从这边去 找一些它相关的演算法 做这个zeta跟phi的估计 zeta跟phi的估计 好 那再进到这个正式的课程也一样 就是看一下这个data cube 我们之前讲了这个facetime的 这个match filter 好 那上一个lecture3呢 讲了这个slow time的这个double processing 好那今天终于要进到这个 所谓的spatial domain 就这个第一个维度 好第一个维度 好那今天今天 基本上在我们的课里面 我们先假设每一个电线背后 就有一个完整的摄影电路跟 dsp的处理器 好那所以呢 这边的话呢 就是我这边对应到每一个 这个每一个格子 它就是一个antena 就是对应到 先假定我们就是 对应到一个完整的trx 好那你可能问了 就是说今天在空间上面 我们今天不是需要 要估计的是 就是说我们今天这边 空间上面 其实我们会有的 对应的就是说 我们要拿到zeta跟phi的 这两个资讯 因为在facetime这边 我们已经可以拿到r的资讯了 就是range 那slow time这边 我们可以拿到v了 好那空间上呢 我们其实要就是要在整个雷达 扫描任务里面 我们对于那个目标物 我们要拿到它的角度的资讯 但是呢 角度资讯有两个 一个是方位导 一个是阳降 好那但是 我们这个data cube的这个维度 是只有一个维度 那这边其实想要先讲的就是说 你今天不管是二维的平面正列的天线 或者是说就是各个形状的正列天线 你都还是可以把它拉起来 有点像是做这种vectorize vectorization 做这种vect 就是把它排起来 把它排起来 它还是可以这样子被排起来的 那当然就是说在我们课堂 课堂上在讲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先假设是一个一维 我们今天讲的都是会先假设是一维的linear array 一维的linear array 比如说今天只有一个维度 然后身边有很多根电线这样子 那一维的linear array 你只能拿到一个角度的资讯 比如说你这个linear array是水平的 那你就是可以拿到 拿到这个方位角theta theta 那你如果是摆直的 你如果是摆直的 你就可以拿到那个phi 就是仰角的资讯 那你如果是二维的 比如说你今天有二维的正列 假设它天线的index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然后我刚刚讲的这个 你可以做这个vectorization 就是说你可以把它 还是可以把它排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把它排起来 还是一样符合这个data cube 第一个维度的这样子的表示 所以是通用的 那当然它有一些细节的调整会不同 就是它在处理的时候 它处理对应的那个stream vector 会需要不一样的形式 那个我们现在先暂时不讲 所以现在for simplicity 你可以先想成就是说 我们现在只有一维的正列 那所以如果你今天一维的正列 假设是真的是直着排的话 就是垂直这样排下来的话 那就是这样子的一维正列 这样子一维的正列 它可以得到phi 就是仰角的估计 估计结果 所以你就可以让这台雷达里面 你可以知道r跟b 然后也有phi 那我想要讲的是data 你其实也可以拿得到 所以这边我们为了讲起方便 请接下来我们先不讲二维的 先不讲二维的 今天的课先不会讲二维的 好 那这个是对应到data cube的部分 那我们就开始正式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spacetime data的取得 好 那我们先讲一下就是说 我们今天在这个正列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对一个单纯的时间维度 我们已经很熟悉了 因为在这个nature之前 我们讲的都是时间维度涨 因为你的这个match filter 它这个是时间维度这没问题 那你的velocity要怎么取得 你其实也是在slow time上面去取得 那slow time其实就是你face time 再把它放到 face time就是在一个pri排满的时候 就是再往下下下一个第三 下一个维度去排吧 所以其实虽然说在之前的课 我们分face time跟slow time 但是它其实都是从整个face time来的 只是说你先把周期性的这个讯号 把它排到另外一个维度上面而已 好 好所以呢就是 我们今天呢就是space time的这整个处理的程序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我们的讯号呢可以变成是这个 我们今天要开始讲的课程 我们就会把这个讯号从单纯的时间维度 扩展到空间跟时间上的维度 那所以其实整个的处理就是在空间跟时间上面去做处理 那所以在这上面呢 其实对于雷达的应用里面 其实我们不外乎就是要回到说 我们一样都是在拿做detection跟estimation 我们要detect有没有target 有没有target 有没有target在 好 然后以及就是说如果有侦测到了 那这个target上面的R跟V 还有θ5sigma 这我们整个训练的课程 雷达不外乎就是想要知道这几个目标物的资讯 那所以你侦测到有或没有 那有的话 那它的这些RVθ5sigma是多少 那sigma是RCS 那只是说呢 今天有正列的这个概念进来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同时在时间跟空间上面 去做这个处理了 好 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我们今天这边有两张图 第一张图是说 我们先看这个空间 我们空间的维度是这个绿色的箭头 那如果说你今天从一个天线的这个aperture来看 等一下我们会对aperture的定义做一个介绍 所以你先想像就是说有一个金属的接收面 有一个金属的接收面 你先收进来的讯号 你并没有在这个空间上面去做取样 好 所以这边呢 这边有一个字叫做continuous space domain 你可以想像说有一个很大的金属面 我们今天在空间上面就是 在空间上面把电磁波收下来 把电磁波收下来 有一个很大的金属面把电磁波收下来 那这样子你是没有在空间上面做取样的 但是在正列天线里面呢 就是说我今天有antena进来 我今天有antena进来了 我就会在这个空间上面做取样 因为我们已经很懂在时间上面做取样了 那我们现在在空间上面做取样 那所以对应到我们 我们习惯的这个雷达在tine domain上面 会有两件事情 就是我们直接先看到 右边这边 discrete time domain 那这边我们都知道说 我们现在所做的face array雷达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会有一个px打pause的时间 transmitter打pause的时间 然后receiver打开收割的时间 然后以此重复的出现 所以蓝色的地方是pause 留给pause transmission时间 所以这边都是没有讯号的取样的 那有取样的部分就是在这个swath的部分 那所以如果说我今天有在空间上面做取样 那每个天线背后假定都有对应到一个摄影电路 还有类比电路 摄影电路其实就是类比电路 那你要看到的主要是这个ADC 因为在射频讯号里面 这边都是continuous time signal 直到ADC你才把讯号取出来 数位取样取出来 那所以这边就变成说 你有好多路的实时域的讯号 那为什么有好多路的实时域讯号 因为你的这个 你空间上的取样的这个概念进来了 那所以在这个lecture以前的课程 我们都是只专注在你只有一个天线 对应一个摄影电路 对应一个ADC背后的这些事情 你就可以再得到face time跟slow time 得到range跟volacity 但是现在空间的概念进来了 空间上的取样概念进来了 所以会有好几路并行的这样子的 这个时间的处理 都会要同时发生 所以你大概可以想象就是说 测距跟测速的雷达很简单 因为你今天只要一路 这样子一路的处理就可以做了 但是你要做空间上的资讯的主折 就比如说来向角 就不容易了 因为你必须要好几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处理同时发生 所以它的这个计算复杂度上都会比较高 所以一般那种最阳村的雷达 就像那个我刚刚台大进来的时候 那个什么那个照那个车速的雷达 那个就是很那个就是很基本的车速 要嘛就是说像有些那个拿一把枪 那个可以测距的那种 测距的雷达 那个都很简单 那为什么要得到来向角就不容易了 因为你可以看到说 它开始要并行好几路的这样子的处理 那这个对整个整个device的这个复杂度 相对也会跟着一起高起来 好那这边呢就是说 所以我们这边要讲的就是说 你今天我们今天从以前的这个 Tie Domain的Data取得 我们现在要把Space的Domain 也一起把它纳入进来 那当然要知道就是说 其实我们现在特程上面在讲就是说 为了简单旗舰天线背后都有一个 一个射频电路跟那个ADC做这样子的完整处理 但是在实物上面其实是不一定的 实物上面可能是多个天线 才接一个射频电路 然后才接 背后才对应一套这个完整的DSP的处理 那所以 所以呢这边的其实会有一些就是 为了考虑实现成本的一些cost的考量 好那这边就是补充说明一下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天线跟所谓的Antenna跟Apure Apure中文应该是孔静的意思 那它的定义是什么 好那第一个就是说天线 现在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整个Lecture 就是要跟这个天线做维武 做讨论 那所以天线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些基础的定义 天线要干嘛呢 天线就是要传电直播 传电直播 所以你可以想说它传电直播 那它也可以干嘛呢 它也可以收 收电直播 收下这些电直播的能量 那所以呢 它就是可以传电直播跟收电直播 那在Ladar的应用里面 它其实当然就是透过 你要传电直播出去撞到目标物嘛 然后它又弹回来 你要是可以把它 把那个电直播弹回来的那个 回波 回来的电直播 你要把它可以收下来 好那所以天线呢 它其实是一个interface 它其实是一个matched interface 它就是帮助你把这个你的transmitter 或receiver 跟free space free space就是这个 在整个整个空间中的这样的传递 它假设是一个自由的空间的话 它是成为了一个你的transmitter 一个到空间里面的一个match的一个戒指 一个戒指 好那通常呢天线 我会有一些角度的选择性 好通常会有角 通常的天 通常实物上的天线 会有一些角度的选择性 好那也通常在学术探讨里面 我会先假设它没有角度的选择性 好这个其实就是 就是有点像是在学理上面跟这个食物的产品上面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 好那这个东西什么呢 就是说比如像你的手机在 你的手机在这里 你的手机 你背后其实它会有天线板 好那这个天线板呢 它会是四面八方全向性的接收和辐射吗 基本上通常都不太会 好因为通常你 比如说你在设计这个电子产品的时候 它都会设计说你今天如果你这个天线 你要嘛就是比如说你这样滑手机 你通常都是这样子拿的 然后或者说你讲电话以前比较旧的手机 你可能通常都是拿来讲电话的 那它就是会放在这边 所以它通常都会有一个特定的角度 是对这个天线接收电时波 或传递电时波比较友善的角度 那所以这个就是angular selectivity 然后但是有趣的是说 在做在学校做 微波米相关的研究的时候 通常我们又会假设它是 没有angular selectivity 就是它是isotropic 它是全向性四面八方的辐射 或者是说你说omideration isotropic就是omideration 就全向性的意思 那全向性就是说你今天任何的角度 你今天有点像是比如说你的天线 是我这个麦克风 我这个麦克风 它辐射出去的时候 它是四面八方 全向性的等量的辐射 那这个就是isotropic 或你说omideration 那它就没有角度的选择性 但是通常在实际上的产品上面 都会有所谓的 你任何一个天线 它都还是会有一个所谓的角度的选择性 那原因是因为你的各个产品 你都有不同的用途 比如像你笔电上面 你笔电上面 你不太有可能你笔电上面的天线 还需要去做四面八方全向性的辐射 那手机上面也是 那所以通常的天线都还是有一个角度的选择性 但是这边要补充的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在学校里面所做的研究 尤其是那个电信所遗嘱做的研究 有时候我们在做那些数学的时候 常常都是假设它 它是isotropic 没有角度选择性 那这个是有点是在 我们做研究过程中 其实要稍微修正的地方 那这边补充说明 所以我们讲实际上 它通常都有一个角度的选择性 来做电子波的传递跟接收 那还有一个常常见的词 叫做这个aperture 这个孔径 那这几个磁器有时候是蛮滚摇的 有时候也会被拿来通用的 那我这边试图把这两个的定义 就是尽可能区分开来 那刚刚讲的这个天线 我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它就是一个transceiver transmitter或receiver 到空气中的一个界子 它就是一个中间的一个interface 那要记得就是说 它还有一个角度的这个选择性 那我们现在来讲aperture aperture通常指的就是说 它是在天线上面的一个radiating surface 一个表面 一个可以辐射的 一个可以辐射的这个表面 那这个表面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直接先看下面这个图 这边假设我今天有八根天线 那这八根天线上面 这个天线上面 它有一个金属接收 金属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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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会指说 就是这个天线上面 这个天线上面的这个面 这个就是有一个金属面 那它可以帮助你 它其实也不是帮助 因为说每个天线板就长不一样了 比如说像你的手机上的天线 它其实 它其实不是这样子像麦克风的一根天线 它其实是一片 一片的天线 那你也可以说它整个金属接收面 就是它的一个aperture 一个aperture 那可是你如果说像一般我们画图画这种 画这种天线 像麦克风这样一根天线 你会觉得它好像是一个点而已 它其实没有什么面 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 因为你实际上的天线 它都有一个面 比如说像常常见的 像有一种叫做patch antenna 这个在雷达里面会常常看到 它有点像是就是说 它是一个小正方形 然后它是一个小正方形 然后它其实前面是一个金属的导头面 所以它可能会贴好几个小正方形 有时候你看一个雷达的那个 你有时候看一个雷达 它可能会这样子 比如说它是一个四层四 四层四的阵列天线 然后它天线的形式叫做 它是选用这种patch antenna 所以它这个雷达 你就会看起来像是这样子 就是它这整个雷达 比如说它长得这样这样子 然后它是一个四层四的阵列天线 那它的天线的形式是用patch antenna 你就会看有点像是接那个正方形的交付 这样一辈子 we可以拾过来 这我就用patch antenna 那像patch antenna 它上面这个正方形里面 它就有一个金属的导头面 所以你也可以说 他这个就是它的aperture 所以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在讲aperture这个词的时候 也会指的就是说是天线上 我自己现在习惯的定义是说 就是我今天指一个 我今天如果说我有一根天线 这根天线上面就有它所谓的一个金属的导透面 那这个金属的导透面 我通常会指出它就是这个所谓的Averture 那这个定义呢 其实在我知道在不同课本上面会有不同的 稍微不同的定义 那我这边采用的定义就是 我先去找那个HEE的这个Standard 对于Averture的定义 那我这边把它列在这边 就第一个这个读起来比较悬 就是说它今天可以对方便 你去对一个外部点的一个场值 做一个计算 对一个场值做一个计算 就是说你先有一个天线在这边 那你外部有一个辐射点 那你可以方便对着它的这个Bill 它这整个场值做一个计算 那第二个可能是比较直观的 就是说这个Averture呢 它通常就是在天线的所谓的 比如说这个天线的正前方 那这个Averture呢 会跟你这个天线要有最大辐射的位置 这个Averture会做跟这个辐射的位置 做辐射的这个方向是垂直的 比如说以这个Averture来讲 这个Averture来讲 它辐射maybe是这样子 这样画了 这个面跟它有最大辐射量的方向 是垂直的 那所以这个这个我这边这边采用的Averture 这边采用的定义是用这个IGBOE的这个定义 那我知道在其他课本里面Averture都有一些不同的用法 不同的用法 但是这边就先 我们试着要把Antenna跟Averture这两个词 就是说在我现在的理解里面 我们把它整理出来 如果是讲Antenna 我们泛指的定义是指上面这个 但是呢 你常常见的会有一个Averture 那Averture其实就是在Antenna上面的这个Radiating surface 这个金属面 那的确在实际的产品上面 通常都会有一个这个天线上面的一个金属面 所以你大概可以想象就是说一个天线上面如果它金属面越大 通常你的这个天线的这个带来的争议就会越大 因为你有越大的这个越大的这个越大的越大的面去辐射 甚至是也是收下这个能量 所以那个天线会对整个整个讯号带来的争议会通常会越大 我注意哦 我这边讲的是通常 因为原因是因为你Averture越大 有时候还有一些奇怪的一些可能一些内建的一些Loss 一些Loss会在 因为你有可能就是说 比如说你面太大了 你可能这个整个面接到这整个整个雷达上面的时候 那其实背后还有一些Loss 虽然你天线乘域应该是变大了 但是其实你的这些整个接线Insertion的Loss 可能是也会跟着变大 好那所以我这边最后一个就是Aperture Antenna 它就是指的还是一个Aperture Antenna 只是说它有一个Electrically 够大的就是电子上够大的一个物体的这个接收面 就像下面这张图这样这边所示 所以这边因为我自己其实在这几年下来 在我们这个阵列天线的过程中 其实常常看到Antenna跟Aperture这个字眼 那这个Antenna跟Aperture这个字眼其实也混淆我蛮久的 那所以在这次的备课里面 我尽可能把这两个部分的差异把它把它区分开了 但是其实有时候有些人有时候就是你会直接看到说 他说一个Aperture 其实有时候就是再说一个Nna 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的理解是说 我今天有天线在空间上面做取样 但是天线上面会有一个金属面 这金属面越大 这金属面越大 那你对整个天线带下来的争议就会越大 那这个金属面有一个重要的特性一定要记得 就是说它跟你的最大辐射量的方向是垂直的 就是在这个绿色标起来的地方 那接下来还有几个字眼 叫做这个Directivity跟Gain 那这边讲的就是说对一个Aperture的所谓的指向性 跟Gain 跟它的争议 有这两个词 我们稍微把它区分一下 好那第一个Directivity 这个指向性它指的就是说 你今天如果你的这一根天线 它是有方向性的 就是说这边还是 因为我知道 如果是我之前以前电信所背景的学生 我们遗嘱学生的背景 我们都还是一样 都会假设一根天线是四面八方 悬向性的辐射 但是其实实际上产品通常不是这样子 通常实际上的产品的天线它都有一个还是有一个指向性在 就是还是有一个指向性在 只是说它不会太 它不会说像我们做完什么beforming 就是很很很很内容 那个指向性很很很很特定的角度 但是它通常还是会有一个指向性在 好比如像像像这个 这个指向性 好所以Directivity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今天你的有指向性的这种天线的 这个Transmed power density 以及就是说你如果是isotropic antenna 右边这张图 没有指向性的时候 它的这个Transmed power density 的这个笔值 假定这两根天线现在给出来的Transmed power 都是一样大 那所以这个笔值呢 就是指的就是Directivity 所以它基本上它是一个没有 它其实没有一个单位 但是呢我们通常会用一个相对关系来表示它 就是用这个DVI 那这个I指的就是说 Relative to这个isotropic antenna 好 那这个时候就要问说Transmed power density是什么 那我们用下面这张图来看 那下面这张图其实是从去年 上个学期的课程所 衍生变过来的 那所以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有一根天线在这里 我们先看一下 如果说它是四面八方的辐射的话 如果说它是四面八方的辐射的话 是紫色的这个圆形表示的话 它就是四面八方的辐射 那它辐射的在空间上的这个 这个波的周期就是波长 就是一个波长 每一个辐射的一个圈圈就是一个波长 那这样四面八方的辐射呢 它的Transmed power density 可以怎么写呢 就是我们用Qt来表示 那它就是你的这个Transmed power pt 除上4πr 4πr平方 4πr平方就是它的这个球体表面积 所以如果你对于一个单天线 它Transmed power是pt的话 那它的这个Transmed power density 就是pt除以4πr平方 所以它单位是Wt每平方米 那这个东西是它的这个所谓的Transmed power density 那在课本上面有些课本会叫做是 Radiation power density 这也ok 那这个是四面八方的辐射的power density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如果你是 如果你现在这根天线是有指向性的 那我这边用这个 我们先看这个绿底色 那这边有一个绿底色 那这边有一个绿底色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投影布幕上显示不出来 这边有绿底色 我们先看这个绿底色的部分 就是说实际上的天线 通常它还是会有一个指向性 那我这边画的比较极端 画的好像有这种冰封面一样的框 那其实是因为我找不到对应的图案好画 我看上面看不到我这把画出来 然后这边这边有一些塞漏 好那如果呢 你如果是这个天线不是刚刚所讲的这个四面八方的辐射 而是一个有稍微有指向性的 那这样子它指向性 譬如说support是指向这边 对那刚刚有一个要补收说明 四拍R平方这个R平方是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距离你这个天线的距离 的镜像距离 好那如果你先考虑一个指向性的天线 它比如说它指向这边 它就会有一个directivity 所以它的directivity 就是说它今天有一个考虑一个指向 有多了一个指向 所以它多了一个指向的是什么 就是刚刚我们有一个 如果你是四面八方的辐射 它的powernet是Qt 但是你多了一个指向 一个指向性 那我们用d括号theta5来表示 这里 这个d指的是directivity 那为什么这边挂号theta跟fine 因为通常你会朝特定的一个方位角跟仰角 有一个特定的指向性 那所以如果你把这个isotropic transmit power density 乘上这个directivity 这个指向有指向性的power density 我们用st来表示 那它这个时候它的指向性 因为有指向性的 所以跟角度有关系 那所以这个东西呢 它的这个有指向性的power density 就是这个st theta5 所以刚刚这句文字的定义 就是说你接你的这个d 你这个d 你这个directivity 就是有指向性的power density 跟没有指向性 四面八方辐射的这个power density 你的比值 就是对应到这个dtheta5 就是directivity 就是它的指向性 那这个词其实也是有点 有点被 我想我们回到课本里面 就是说这个directivity 现在是用在一根天线 那有时候我知道有些地方 可能也会把正列天线的informing 有时候也会误叫做是directivity 那我想这边就是说我们强调一下 就是说今天现在这个页头里面讲的是单天线 是单天线 那如果是正列天线的这个指向性 我们会用informing gain informing的争议 informing这个字眼来讲 所以这边directivity指的是一根天线 一个有指向性的天线 那所以用下面这张图来说明 就是这个directivity 然后注意的是说它其实是没有单位的 所以我们这边是考虑它相对的关系 那相对什么东西呢 就是相对这个isotropic 相对isotropic 那所以这边的单位是dbi 通常会用这个dbi 这个单位来表示 但是dbi它并不是有一个绝对的物理益 它是一个相对关系 相对什么 就是相对于说如果你有一根天线 它的这个四面方向的辐射是多少 相对于这个的争议是多少 好那通常这个maximal directivity呢 就是说对于一个方形的这个aperture antenna 就举例来说 比如像是一个这种patch antenna 正方形的 方形的Antenna 它的最大的relativity呢 在文献上面其实已经有一个推导一个值 那它其实有一些场型的推导 这边我们就不讲 那通常为什么要讲这个四值 因为这个四值跟我们有时候在计算那个 雷达的redge equation的那个天线争议有关系 就是其实就是下面那个方块 好那我们我们先讲上面这边 好我们先接受它的结果 就是说通常对于一个方形的这样子的 统进天线呢 它的max moderativity就是这个浪塔平方分之四拍A 那浪塔指的是波长 这个符号大家熟悉 那A指的是什么 就是你这个天线的这个aperture area 就是它的面积是多少 它的金属面是多大 这个就是A 所以呢你从这个四值看到什么 就是你的金属的 你的天线的这个金属接收面如果越大 你金属面如果越大 Aprong大于A 那这样子的话 通常它的指向性 它的指向性就会越大 所以就是A越大 D也会越大 implyD也会越大 假设波长不变的话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蛮直觉的 就是说你今天你有一个越大的金属面 在收讯号 我当然我当然可以收到能量会比较强 我如果收的收讯号的那个金属面越小 我那个金属面越小 我当然收不到收不到那么大的 收不到那么那么强大的讯号 所以你的天线的金属面如果越大 那个指向性 指向性你要出去 不管是出去或者是收回来 那个能量都会比较强 那还有一个词就是容易跟derativity 互用就是这个GAN Antenna 其实这边我用GAN而已 其实你可以把它想 它具体来讲 你可以就把它叫做是Antenna Gant 天线真一 那天线真一跟derativity 这个词差在哪里 就是说derativity是没有考虑那个实际上的不完美性 所以实际上不完美性就是说你今天 比如说你今天这个天线 这个天线 你在安装的时候 你装上去 你装上去的时候 它其实会有一些 整个 整个 有一些loss存在 比如说它有一些cable loss 一些里面的它的接线的一些loss存在 那所以就变成说 你在假设你今天要把 变号从这个天线打出去 你可能 你给定的讯号比如说是p in 但是呢 其实你真的辐射出去的讯号 其实的能量 不一定 你这个p in不一定是有 应该是说 就是说小米比这个p in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有一些loss存在 就是说你今天在辐射出去之前 你可能会经过一串 有的没的 你理想上 假设这个天线真一是e的话 天线真一是e的话 但是你p in到p 然后p out的却会小于p in 却会小于p in 那这个代表就是说 这个中间的过程中 就是有一些loss存在 那这个东西是 你天线放到实际的产品上面的时候 都一定会有一些insertion loss 或者说一些额外的cable loss之类的 所以如果说你考虑实际的状况的话呢 我们就不会用directivity这个字眼 就只会用这个gant的这个字眼 所以我们看一下数学它更精准 我们如果用g来表示的话呢 它会小于等于这个dmax 那小于等于dmax呢 那这个g会等于什么呢 就是把刚刚的那个dmax这边 这个a等效率就是说这个孔径上面 这个a 我们刚刚这个a 它对应的是这个天线的这个孔径上面 这个金属面的实际的面积 但是你要考虑到说 它其实并没办法如预期那么强大的发挥 所以我们给它一个e打 e打会落在0到1之间 它指的就是说 是这个孔径的这个效益 它的efficient是多少 那所以我们这边有多了一个e打 但是其实 你要知道的就是说 maxima derivative指的是说 你这个天线理想上 你最好的 最强大的这个指向性是多少 算是一个理想的一个指标是多少 但是实际上 你必须要考虑到的是这个gant 原因是因为 你这个天线安装到任何一个地方的时候 它过程中 它其实会有一些loss存在 那这个loss呢 我们可以对应到数学式 把它变成在这个四拍a中间 穿插一个一个e打 它指的就是它的效率 效率是多少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你a如果很大的话 但是e打却是0.00几 e打越接近0 代表就是说你真的 你预期的天线争议也会没有那么大 那所以 这边有两个词 directivity跟gant 这个东西常常会被误用 但是大家要区分一下 就是说 directivity 通常我们指的就是这个天线的maximal directivity 那它有一个公式 它有一个公式 这其实是推导来的 但是推导可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相关的revens 背后的revens都有 那它的这个我们直接看结论就是说它会跟四拍a跟出浪塔平方有关系 那这边浪塔我们就先不多讲了 a越大 它的maximal directivity越大 但是呢很可惜的是说有时候a越大 它的e打并不一定跟着越趋近于e 它有可能是越往零零走 那这个时候就变成说你实际上的这个天线的争议 其实不一定有它理想上的directivity那么大 那这个东西是这两个词的稍微的区分 那这边其实有蛮多 如果你看这个相关的课本 就是说我不确定每个人看课本的状况怎么样 那不过就是说常常有时候 有时候包括在业界上面 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词的 有时候大家都说那个争议多少 那个争议多少 或者说就是说我现在这个指的是directivity 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 我发现在正列的相关的处理上面 其实很多的文献或业界上的惯用数 有时候常常会误用混淆 那所以在这边刻意讲比较久 就是说天线上面 我们今天就把antena跟averture这两个词 把它明确的区分开了 但是这两个词就常常伴随在一起 原因是因为你这个天线 通常都有一个金属接收或传送的这个面 存在 那所以常常又会用到averture这个字 那第二个就是directivity跟gain 它指的我们现在这边课程上的定义是 对于一根天线 所以这边要注意的是an antenna 对于一根天线 对于一根天线 那directivity跟gain呢 就directivity你可以想成是一个理想最好的 这个max matter activity是多少 那gain呢就是必须要考虑到说 这个天线实际安装上去的时候 它其实会有一些loss 那这些loss就会对应到这个efficiency的ETA的这个值 所以它的antena gain并不一定会等于 等于这个max matter activity 通常都是小于的 好 那要注意的就是说天线呢 实际上通常都有 每一个天线通常都有一个指向性 并不是我们在研究所的时候 我们习惯性的假设都是全向性辐射的 好 那我们稍微再赶一下这一页 好那这一页就是我们想想一下就是刚刚花了一些时间把antena跟average 还有directivity跟gain 就是这几个名词尽可能把它 区分开来 把它区分清楚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整个课里面我们的face array 那我们来看一下face array antenna 我们先看一下一个定性的描述 那一个face array antenna 应该说一组face array antenna 有好 antena应该叫s face array antennas 它其实就是有很多个antena element 很多个antena element 好 那有个关键就是说 他们要coherently 他们未进讯号或者是说他们辐射出去讯号 是要coherently 所谓的coherent就是要想到face 就是要想到face 那想到face就要想到时间差 好那所以这几个字就出来 coherent就是你要知道face 那知道face 通常你就要知道是想到时间差 所以也就是说 他这整个face array antennas 他其实关键就是说 他会必须要去控制他的face 那face跟时间差有关系 所以其实就是在去控制他的时间差 time delay的一些控制 对于你每个antena element 你都要对于他的时间差有一个控制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跟他的face有关系 所以一般我们会这样子 叫做是face array antenna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他关键的目标就是说 他今天可以用电子扫描的方式 去把你的这个能量的集中的波数 在特定的角度上面做集中的传递 和接收 那所以我们这边用这句比较长的字眼 来讲一下face array antennas 今天如果刚刚讲的天线 那天线average那些单根天线 那现在如果说 今天用在所谓的相控 相控阵列天线 相控阵列天线 给他一个定义的话 你要知道就是说他有多个 他包含了多个 文态的这样子的天线的元素 那这些天线元素的背后呢 他其实都是必须要有时间的控制 时间差的控制的 关键是时间差的控制 那因为我们刚刚这几个字 我们怎么联想 有时间差的控制 也跟face有关系 那跟有face的资讯 其实就是说你要有coherent的概念 就是coherent的概念 non-coherent就是你不知道face的资讯 coherent就是跟face有关系 那你想到face要想到时间差 所以说穿了 就在天线的背后 你必须要有时间差的控制 让电池波 在这些时间差的控制上面 辐射出去 那你就可以 可以达到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对于指定的角度 空间中指定的角度 做波数能量集中的传输 或接收 通常我们讲 传送或接收 在这个face array antenna里面 通常都是你传送可以通 大部分接收也可以通 就是说这概念是通用的 好 那这样子的face array antenna 它有什么好处呢 你既然可以去控制 它每个天线的这个接收 或者是传送的这个时间差 那它当然还可以做一些进阶的设计 就像是比如说 做这个它讯号的ampereview的waiting 那做讯号ampereview的waiting 有什么好处呢 你就是可以去调整一下 它的辐射的场形 那所以你可以对它的pattern 做一个shipping 做一个形状的重塑 那可以做这样子的形状的重塑 就是说也可以透过它 这样子的多个天线阵列 你都可以去做一些精准的控制 就是去决定它的这个辐射掌形 所以所谓的这个pattern的shipping 其实你到时候不外乎 也是要做了什么事呢 就是说可能你要在特定的角度上面 你要把它那些side log 把它抑制下来 把它降低 那又或者是说 你知道以接收的角度来讲 你知道来自某一个角度 你都有被一个干扰讯号干扰到 那你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在这些的天线背后 做一些每一个天线背后 都可以做一些动态控制 把某一个特定角度的讯号 把它notch掉 把它notch掉 把它消掉 把它消掉 那所以 这边再放出三个就是比较 就是相控阵列雷达的经典的代表 就是像是 左边的这个pattern的雷达 在新竹热山有 那中间的这个海上的这个 这个伯克莱军舰上面的SDY6 的这个相控阵列雷达 然后还有在空中上面的这个 像F16 F35的这个ABG83 这些都是相控阵列的雷达的代表 那所以这些你大概可以看到说 这些的阵列天线都是非常非常多的 这些的阵列天线都是非常多的 那它被 为什么它需要相控阵列 相控阵列 因为相控阵列天线它背后它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主要的核心概念 一样核心概念大家要记得就是 这一页头里面最重要就是 其实就是要复习这个 coherent phase跟这个tiny delay 有coherent你就要想到有phase的调整 想到phase你就要想到时间差 所以关键就是相控阵列天线的关键 就是说在这每一个天线的背后 它都必须要去调整时间差 去控制它辐射出去的能量 还有或者是接收回来的能量 可以在特定的角度上面有那个能量的集中 那所以这个是所谓的相控阵列天线 那以及其它经典的应用 帮大家稍微一样复习一下 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大型的相控阵列的应用 那所以你有那么多的相控阵列天线 代表就是说你可以对你整个辐射的传送 你的辐射场景不管是传送或接收 都可以做一些精准的这些shipping 做一些shipping 这个radiation pattern你可以做一些shipping 那这shipping可以达到一些目的 比如说像一些shipping的抑制或者是nudge 对特定来向 比如说对特定来向我要有nudge 或者说我对于特定的方向 我不能传 我不能让我的辐射场景在特定方向有讯号 那这个东西都是可以做 透过这个相控阵列背后的这些element 我们可以来做这样子的设计 好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这边其实这边概念 我是觉得这边 这边其实有时候 其实读过去是觉得蛮简单的 不过因为我这边会刻意想要花多眼时间讲的原因是因为 我发现这些词常常有时候在不同 第一个就是说在不同的文件上面 不同课本上面有时候会有一些 就是不同的用字的写法 以及包括在业界上的俗称上面 常常会有一些物用 有一些物用 所以尽可能我们把它去分开来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然后那个 我们大概2点10分就去上课